前不久有人问他嘛 因为有人问我嘛 说这个林哲徐进鸦片 那不是笑话嘛 你进鸦片干什么 你进鸦片进到八国联津进来 如果他老少知道八国联津进来 我相信他就不会进了 这种话是不对的 你如果懂得天命的话 你又知道 老天就是叫林哲徐去进鸦片 目的就是要把八国联津引进来 你说习有吃力 怎么习有吃力 各位想想看 如果说只有一个国家对中国有兴趣 中国就完了 如果两个国家对中国有兴趣 中国就一个人分一半变南百航了 一口气八个都引进来 谁也吃不了 所以就扯来扯来扯去 中国还是中国 他们都变客人 这个林哲徐公老是 把八国联津引进来 你看糟糕不糟糕 可见人不要太武断说就是这样 它有多方面的这种作用 但是我读了《易经》以后 我可以告诉各位 凡是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好事 没有坏事 没有坏事 包括现在的什么气候异常 都是好事 你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人类会有一天 整个地球都毁掉 就是它有这些你才会 你看现在科学开始反省 最近这两三年科学反省很厉害 以前科学家认为这是自然现象 这跟人没有关系 现在他们感觉这跟人有关系 这是第一个进步的 我可以看到这种作用的 提供的作用 我以为是对 这种作用的作用 是对